江洪杰、福元爱在2021年7月离婚,后续还闹出家庭纠纷。 江洪杰7月27日下午大动作召开国际记者会,他在台日二律师陪同下,以绑架为题控诉福元爱为静英履行之义务,并宣布日本法院已判他胜诉。 记者会上,江洪杰表示,希望福元爱可以配合法院判决。 不过,福元爱今仙透过日媒发布声明反击,强调这是家事,也没有涉及诱拐等刑事案件。 随后,他再度透过台湾律师发表措辞更加强硬的说明,声明表示日本的裁定只是暂时处分,并不是最后的判决,痛批江洪杰刻意撕裂家庭关系,使家庭暴力,还将他推到荧幕前霸凌。 福元爱透过台湾律师发声明全文,首先谢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关心,我们就27日下午将洪杰先生于日本召开的记者会之内容澄清如下。 一,日本的裁定只是暂时处分,并不是最后的判决,详细说明请参照日本律师的声明。 二,福元爱带一个回日本后,他有表示一些问题,此外他也很明确表达他的意愿,福元爱有让江洪杰与他一起视讯,因此江洪杰所言并非事实。 三,福元爱委任的日本律师一直都有与江洪杰委任的日本律师联系,相关案件也都交由律师在互动,并无江洪杰所言完全,无法有对接窗口。 四,把他推到媒体第一线完全违反台湾法官在开庭时的预示,严重违反台湾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规定,况且公开地召开国际记者会,不但是在制造高冲突,甚至是在刻意撕裂家庭关系,让他伤心与造成离间,是家庭暴力。 五,父母离婚背后都有很多原因,我们基于保护这位爸爸在荧幕中的良好形象,所以一直都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,请江洪杰也能成熟地面对离婚。 况且,台湾的大法官也说要尊重郭的意愿,请不要把郭推到荧幕前霸凌他的母亲。 佛说,夫妻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缘分,无论是恶缘还是善缘。 今生,相爱的夫妻,注定是前世的因缘,百年修的同传度,千年修的共枕眠。 世间缘分种种,唯有情缘最难得,最难守。 今生能成为夫妻的人,除了爱情,还需要很深的缘分注定。 夫妻之缘,是三世的因果,三生的情缘。 所以,夫妻之间的缘分是来之不易的,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 夫妻,是前世相欠,今生才来相见,前世的因,今生的果。 佛说,人若有缘,一切皆缘。 善缘是缘,恶缘是债,不管是善缘,还是恶缘,无债不惧,无缘不来。 同样是夫妻,有些相扶到老,心心相印,不离不弃。 而有些人,则貌合神离,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思,凑合将就的生活。 夫妻是缘,有报恩的,夫妻之间恩爱和睦,彼此尊重对方,关爱对方,那是前世节下的善缘。 夫妻是缘,有抱怨的,一辈子婚姻永远不和睦,看见彼此不顺眼,说话不顺耳,聊天不顺心,天天吵吵闹闹,家庭不和睦,感情不和谐,肯定是前世节下的恶缘。 夫妻是缘,有讨债的,一辈子恩恩怨怨,吵吵闹闹,讨完债也就分手了。 俗话说,众斗得斗,众瓜得瓜,钱生因,金是果。 金生能够成为夫妻的人,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。 老话说得好,夫妻是缘,善缘恶缘,无缘不惧。 而缘分背后所隐藏的秘密,就是业力。 因为在无数的过去生中,我们和很多的人,有过某种的对待关系, 而这些对待关系,不论是建设性的或非建设性的,都形成了彼此间的某种业力。 我们可能因为过去生中的彼此关怀、关心、照顾、帮助而形成良善的业力因缘, 也可能因为彼此的争执、抢夺、侵犯、伤害、凌辱而形成不良的业力因缘。 在人的一生中,屈指算来,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并不多,大多只是萍水相逢。 我们很难去解释在人生中人的愈合现象, 为何我们总会去遇见某些人,而不会去遇见某些人,我们只能以缘分来做合理的解释。 当彼此的业力因缘缠结的愈身,不论是良善的或不良善的, 彼此就与容易在来世的轮回中再次相遇, 而不管在遇时的角色是否改变或互换, 不变的是,和彼此间业力有关的种类和属性, 情感的,就以情感解决,物质或生命的,就以同等的形式偿付。 因此,以业力的观点来看, 能身为父子、母子、夫妻、兄弟姊妹、亲戚、朋友, 都是在往事生中,彼此间已种下了非常大的业力因缘, 因此今生才能再次相遇,而且有了密切的关系存在。 所以,从某个角度来看,今世的相遇, 可以说是在偿还或延续彼此的恩情或仇恨, 从另一方面来看,也可以说是让彼此继续学习, 以纠正以前彼此所未曾处理好的关系和问题。 葛居士二十几岁与丈夫结婚, 从未体会到什么是家庭幸福,什么叫恩爱夫妻。 夫妻即使在一起,带给她的也只是恐惧, 更令她痛苦和无法容忍的事, 经常遭到丈夫的打骂。 她这几十年就是在训斥和打骂中过来的, 就是这个无情的丈夫,在外却是个公认的好人。 信佛后,她想自己可能是钱是欠她的吧, 所以也就逆来顺受,才凑合到了今天。 但是,她很想知道自己究竟欠丈夫什么虐债, 这一事怎么就还不清了? 佛说,一切都是由自己种的因所赶来的果报。 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,一切物,一切事, 莫不遵循这一客观规律。 佛陀告诫我们要一切随缘, 说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, 此生能遇到贤夫晦妻, 那是自己钱是结下的善缘。 而今生遇上恶夫裂妻, 也是因为自己钱是欠下的业障。 葛居士信佛后, 更加深信因果报应的客观规律。 她说她相信佛说的都是真的, 因为她觉得自己性格外向, 好交际,工作能力很强, 像个男人。 而丈夫为人本分, 实在,又喜欢干些洗洗刷刷, 真真连连的女人活迹, 除了对自己不好, 对谁都不错, 完全像女人。 她说现在自己受苦真是自作自受, 今后再也不怨恨丈夫了。 佛说, 正所谓因缘会遇时, 果报还自受。 这一世渊渊相报, 他们结为真正的夫妻, 今生他们所经历的一切, 都是因缘注定的结果。 所谓一饮一浊, 莫非前定, 没有因缘, 如何有现在的结果呢? 因此, 我们真正要做的, 不是去追求那些, 本不属于我们的东西, 而是去好好地珍惜当下, 已经拥有的一切。 且行, 且珍惜, 福报自然不请自来, 众善因, 结善缘, 得善果。 感恩您阅读, 赞赏与分享这个视频。 感恩您点点关注, 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, 请积极参与留言, 与大家一起分享。